上一次会及最后一次院会有通过国情报告相关决议 不过针对邀请的时间各党团并没有明确 我请各党团沟通之后我们再来办理后续的事宜 那现在我们散会 昨天的朝野协商主题是两项人事同意权的行驶 昨天朝野协商的过程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与会的党团代表 提到总统国情报告这件事 那为什么韩院长最终要抛出这一个风马牛不相及 也不在昨天探讨的主题 也不在讨论过程当中提出的议题 所以非常遗憾 韩院长的议事中立有做到吗 韩院长为什么还是纠结于要剑指总统 要遂行部分政党的政治意图 把毫不相关的总统国情报告 而且在违宪审查当中的总统国情报告 硬是要放到timetable上 排到议程当中 对于韩院长这样的预理结论 我们除了非常的诧异 我们要提出这样的挑战跟质问 韩院长这样的做法 我认为实在是过当的 我认为实在是过当中的总统国情报告 我认为实在是过当中的总统国情报告 我认为实在是过当中的总统国情报告